Sawadika 欢迎大家回到泰语构句练习 那这一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Nan Nan Nan就是很久很长一段时间的意思 好那我们待会就来看几个例句 第一个例句是 Pongro Nanma Loy Pongro Nanma Loy Pong是男生的我 Roy是等待的等 Nan就是很久 Mak是很 Loy也是强调 好就是整句话的意思就是 我等很久 我等超久 Pongro Nanma Loy 好接下来这一句基本上跟前一句的句构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主词换了而已 第二句是 Man Nanma Loy Man Nanma Loy Man Man是类似英文的it或是事物的主词 Nanma Loy 就是很久非常久超久 Nan 没有意思但是让这个句子的语气比较和缓 所以中文大概会说哦那件事已经很久了或是那件事已经过超久了耶 好下一句是 Kun Loy Nan Pasa Tai Mak Nan Tau Loy Loy Kun Kun L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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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学泰文学多久了 你学泰文已经学多久了的意思 然后第四句是 没带遮干 当难了 没带遮干 当难了 没带是没有做什么事情 遮干 遮干是见面的意思 当在这边有点是强调 如此这么的意思 难就是很久 了是乐 那那一样就是没有意思 但是让句子的语气比较和坏 没带遮干当难了 就是已经很久没有见面了 好久不见了 好那最后一句是 好我们先看这半部好了 好我们先看这半部好了 好知道什么 就是从英文的virus翻过来 就是泰文发音就发 virus covid covid covid就是covid sipkao就是泰文数字的十九 you dai nan kenai you在这里是活的意思 活着的那个活 dai是可以 nan是酒 kenai 在这边也是多久的意思 nan kenai 好所以整句是什么意思呢 kun lumai wa way rakkovi sipkao you dai nan kenai 你知道新冠病毒能够存活多久吗 好那以上就是这一集的泰文构计练习 nan的用法以及例句 那这个其实不是一个相当难掌握的字 不过也是相当的实用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掌握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ขอบคุณมาก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